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謝工業局品牌台灣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透過政府的資源跟普羅顧問公司的支持 協助Internet軟體申請品牌進化 這次的改變不像我們表面上看只是一個Logo的改變 它其實是一個我們這兩年來所推動從內到外 徹徹底底的一個改變 接下來的20分鐘我們將介紹一下我們品牌進化的過程 我們公司不同於前面兩家公司 他們是B2C的 我們是B2B 所以稍微硬一點 希望各位能夠忍受 關於Internet軟體 下一頁 首先我介紹一下Internet軟體 我們是台灣Java開發平台的領導公司 也是國內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領導品牌之一 但是可能各位都沒看過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參加品牌台灣的理由 我們公司基本上是標準是以軟體為核心 務實的發展 我們公司在96年成立的 到現在24年 我們是以加法為核心的公司 目前員工100名 我們在1999年的時候 我們發展了一個台灣到目前為止 唯一的應用制圖器 全中文的應用制圖器 在前年還得到了資訊業的一個百大工具獎項 2003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做人力資源系統 從遠東紡織開始到現在已經到第八個版本了 目前在台灣應該是領導品牌之一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也開發了一個辦公室協同作業的系統 SmartMaker 目前我們還做了一個現在最流行的 叫做在家上飯包 大家可以利用我們的系統在家裡上飯 當然我們公司經營的理念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 就是專業生根 評議近人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打破技術跟人的一個翻譯 當然這是一件非常難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除了在體層發展平台之外 我們網上也發展了一些應用的系統 像我們的人力資源系統 像我們剛剛說的 屬於辦公室協同作業的 還有屬於食品安全的 但是我們因為希望更接近大家 所以我們上面都有一層協助的 例如說教學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知識的傳承 然後我們有一些跟跨業的合作 共同來推廣 我們的客戶群 目前各產業都有跨足 目前金融、流通、餐飲、旅遊、製造、營造、 汽車、教育生意都有 目前正在進行中有幾個代表性客戶 像101還有101 華興立華 目前最紅的物流 台華物流 最紅的六角做餐飲類 我們做了很多餐飲類的 我們的指標客戶 我們的代表客戶 當然我們公司大概主要做的是中大型企業 去年 前年才開始跨入中小型企業的雲端系統 但是我們之前大概已經在市場上 我們有300多家上市會公司是我們的客戶 像台灣征運交易所、ODC、一些銀行、製造業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種客戶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品牌製造 這一次去年的時候 我們去接受評審的老師的提問的時候 曾經有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公司目前在台灣 我剛剛講做可能是領先的 人力資源是屬於領先品牌 但是台灣的軟體公司幾乎都沒有走出去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預定的計畫 我們希望在2020到2025年 我們能夠進去到國際到東南亞 主要也是我們的一些客戶 在東南亞像六角他們日出茶汰 曾經在東南亞也曾經不小心摔過一次 那主要的原因應該也是因為 它的整個的供應的這種後面的整個的資源沒有到位 所以我在看我們可能也可以做這件事來協助 順便走出世界 所以當我們決定要進軍國際的時候 就開始對品牌製造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著手規劃了 我們請了很多的顧問來幫我們上課 幫我們傳遞一些觀念 那去年真的很感謝政府的支持 就是把這些東西正好還有這個計畫 我們就把所有這兩年準備的東西 全部整理一次 所以其實我們資料是非常非常多的 去年我們應該是歷年來上的最多課的 我們去年的同仁很辛苦 一直在參與一些活動 包括一些課程 那其實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審查老師問我們一個問題 他說你的Logo可能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已經24年了 你的過程經過這麼多環境改變了 那你這個Logo真的能夠代表你現在的公司嗎 其實我很認真地想了一下 我們的同仁真的能講得出公司的品牌故事嗎 所以我們決定做這一件事情 而且很有決心我們就去做了 那當然在這一次品牌製造的過程中 同仁們都很了解公司一直以 一支推廣的口號叫做 我們要做客戶安心放心的好幫手 讓客戶對我們安心 客戶的老闆也對他放心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 這二十幾年來的堅持 那我們也在這一次這個製造的過程中 我們讓心靜的同仁 心靜的祖安 能夠了解我們有這一句口號 我們也希望他們知道要這樣去做 同仁們都很努力的去落實 我想讓接觸到的每位客戶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這一次很感謝顧問公司幫我們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這次計劃中他們去幫我們拜訪了幾家目標的客戶 很清楚客戶在訪問的回饋之中 他們對於我們的印象就是專業 穩重友善 但是形象不夠鮮明 這個不是說mark不夠鮮明 不是local不夠鮮明 是整體的形象 所以這正好呼應了我們的困擾 認識我們的人都認可internet 但是市場上認識internet的人真的不多 要進入國際市場就必須讓大家都知道internet 我們這次品牌再造的主軸是 堅守初衷形象升級 我剛剛有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的創業之初堅定的設定 經營裡面就是專業生根平易靜人 internet到現在已經24年了 雖然仍舊過的經營裡面 堅守的經營裡面 經歷24年 我們面臨舊的經營跟創新的行銷的爆炸性衝擊 現在不再只是同業對我們的一個競爭 甚至很多的跨業的押擊 我們現在賣人力資源系統 我們會碰到賣打卡中的也賣人力資源系統 賣員工福利的也在賣人力資源系統 真的 什麼人都進來 我們很shock 怎麼他會從那個角度牽進來 但是都進來了 那所以這是我們面對的東西 那唯一不變的是什麼 我們堅持以人為本 透過科技傳遞溫暖 溫度 堅持做客戶最好的幫手 我們希望是這樣做 我們希望成為前瞻卓越值得客戶 托付的唯一選擇 唯一選擇 剛剛說的我們是很硬的 我們是一個軟體公司 我沒有面包可以呈現 我也沒有這個髮簪可以呈現 軟體是什麼 大家可能就是要真正用到才知道 但是大家都需要軟體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科技公司需要做品牌 對 過而我們重視技術大於行銷 這是事實 我們公司一直認為技術速度 這是我們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不行 除了技術之外 行銷模式同等重要 我們需要有品牌的行銷 對 科技如火箭般的速度進展 再好的產品沒有好的管道 中進就舊是沒人看到 喜歡你的人一直喜歡你 但是其他的人呢 所以我們期待成為一個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世界品牌 這次我們的共識會議 我相信大家有參與品牌台灣的這種顧問的活動都知道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基本上在顧問公司的李總跟顧問們指導下 我們進行非常多次的什麼 品牌策略共識會議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 其實公司主管跟重要人員都要參與 我們每次的結論都發人深省 尤其是什麼 年輕的幹部他們提出來的 真的我們都會覺得很驚訝 令我們光顧相看 這半年的公視會議上面 一段一段的問題會者 然後去取得共識 所以我一直認為 其實品牌它第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我有看到主任寫出一個 就是內部的一個凝聚它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反而在我認為比什麼都重要 先讓大家了解 自己要了解 自己的公司到底是有什麼優勢 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剛開始我們公司確實有 我們因為都是用紙條做一些東西 那時候我記得顧問 讓我們做一些東西 有的差異非常大 我看到有些東西我真的很驚訝 怎麼會這樣想 是 看到十分鐘 謝謝 對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公司起碼內部 能夠有能夠去一致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討論討論討論 結果就是這樣 最後這是一個節目 當然我們很謝謝部分公司的鼓勵跟幫忙 因為在這一次 這些過程裡面 真的我們同仁也常提了一些 我自己都要昏倒的問題 但是最後都能夠解決 最後我們取得共識 這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 我原來一直認為做品牌是對外的 但是經過這一次 我了解其實更重要的是對內 因為你要傳遞品牌 誰來傳遞 員工 他出去就幫你傳遞了 但是他到底知不知道你公司 對 那以下是我們對未來的 Internet所規劃的 當然這個是我們的品牌策略 價值創造的 共融的 平易近人的產業 這都我們自己公司的東西 所以沒關係 我帶過 價值創造的 前生過的那個 下一個是共融的 信頌承諾 和諧共好 其實我也希望能夠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一個公司 我基本上希望的是 它是一個非常正向的公司 因為我一直堅信正向對企業它的業績 也有功能 功效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公司的品牌策略 個性 這是我們的個性 原來公司一直著重的是先進 專注 這對我們公司來說一直要求的 但是經過了這些公司會議 我們加了非常多的元素 明亮的元素 活力的元素 享受樂趣的元素 它在公司必須要有這些元素 最重要的是多元的元素 所以有沒有看到顏色 我們公司的logo 從一個純藍變成這麼複雜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 剛開始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後來發現 現在不是要變嗎 大家都年輕了 所以接受了 那這一次顧問或是很棒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拜訪我們的一些客戶 一些木曜客戶 到底想 我們想了解的是 木曜客戶到底想要什麼 後來 在多次的訪談之後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是說 其實客戶 他透過這種第三方的 他願意講的 他認為本來就是 你要銷售一個東西 你的產品本質是最重要的 然後專業的服務是第二重要的 價格 我們大家會認為價格是最重要的 不是 我們的東西確實跟福利麵包一樣 是比較貴的 但是我們相信在台灣 我們價錢可能是最高的一家 當然不算外商公司 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做的服務 絕對是夠好的 這一點 對 其實有很多東西 原來我們認為客戶會建議的 其實去真正去了解之後 其實他根本不care這個事情 所以我真的覺得 廣告公司可以幫我做的是很多 那顧客也告訴我們 像這一類的東西 我剛剛講到 我們去跟客戶能夠更緊一點 更黏得更緊一點 我們要經常辦一些活動 辦一些能夠讓客戶 增加他的本質全能的東西 讓他跟我們更近一點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 以後也會繼續做 那再到的成果來 我們看一下 左邊的是我們舊的 右邊的是我們新的logo 然後系列產品的logo 它有它的一致性 我們只保留了原來的logo的 藍色的一點點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品牌 它是多元的 它可以跨業的 對 謝謝 下一個 再下一個 這是我們新的東西 那今天還有一個杯子 我們剛才送出去 沒有 忘了留給大家看 滿可愛的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東西 現在往前走 我們的公司 剛剛這個中間的 我們公司也已經 才做完就馬上全部換過了 我們從去年結案到今年已經全部 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換過了 下一頁 這張圖就是 我們公司一開始 基本上我們公司剛開始只有經營裡面 跟願景 願景呢 其實最近做了一些調整 等一下下個page會介紹一下 那經過了這些年 這幾年的努力 我們把中間的一些使命 經營策略也把它補起來 那我覺得啦 一個企業當然 經過一個品牌的一個過程 再造的過程 它可以讓企業 不只是企業主 是讓所有人都很清楚 第一個 這企業的初衷是什麼 它為什麼建立這個企業 第二個是 我們接著下去 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的願景是什麼 我想這一段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做了這件事 剛剛講的願景 其實我們的願景是 沒有這個幸福跟智慧 這兩個元素 是因為這次共識會議 我們的年輕的同仁 很注重這兩件事 覺得幸福跟智慧是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在新的願景上 我們加上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願景 我們這新的願景是 2025年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 東南亞市場成為協助企業 卓越員工幸福的智慧軟體首選供應商 當然 2025年 我們今年原來就要出發了 結果碰到疫情 哇 我們公司的 國際處的 整個組織建立起來了 泰國也租了 辦那個臥室了 三分鐘 好 謝謝 結果現在在付那個租金 人全部在台灣 不過我相信我們是很快就會去了 再來講我們的定位 這一次顧問公司 真的我們很感謝他 就是他幫我做了一些東西 很清楚明確的告訴我們 例如說 Internet軟體是為了什麼什麼來做的 Internet軟體是什麼什麼的夥伴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清楚而明瞭的 下一個 Internet軟體提供了什麼東西 最後我們解決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光這個東西 對我們公司的價值其實就蠻多的 每個公司都有它的品牌故事 Internet品牌故事當然是一大片 但是我很喜歡這16個字 這是管公司給我的 我把它唸一下 企業需要穩固如山 靈活如水 輕巧落雲 前瞻如風的夥伴 能回應這些需求 需要依靠專業的軟體服務公司 共同建構 讓人專注在創造價值 讓系統來解決可規則化的繁雜資訊 我剛剛說的那16個字是 穩固如山 靈活如水 輕巧落雲 前瞻如風 當然軟體公司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 朝這個方向去幫客戶一起建構 那當然我們的故事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過去長期在做 我們未來也要做的就是 讓企業內部重要的資產 人能安心發揮個人最大價值 這就是我們這個品牌 所敘述的故事 最後就是講一下 再強調一下 專業生根 再強調一下 平易近人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試試聽 會 謝謝我 要不要有詐欺